其實在學術上 無論是掌上、臉上 甚至乎是頭髮、手指、掌紋 八字、算命的方法 全身看到 全身抖素、看夫妻功 其實每一件事都可以分析 但我想看因緣桃花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破綻 破綻 掌握回事就比較容易 算命八字學 通常叫做觀察,是說是否旺夫 或者是否有父親的福氣 或者是兒女的福氣 會看成一致 男人也是 女性是看觀星 男性是看財星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女士自小 父親的福氣或緣分不好 她得到好的因緣機會會小 亦是很科學的 因為你基本上自小開始 跟男人的溝通方式缺乏了 沒有爸爸去處理 可能你處理婚姻的時候 要挑戰自己 跨越一些門檻 你才做得好 但如果… 合理… 男生來說是財星問題 原來財星是賺錢 價值觀 或是財,難以財為妻 即是價值觀出錯 或是處理財務失當 以前很大機會 就得不到一個好的因緣 如果你以八字的理念去看 就簡單一點 因為我們說天干地支 整體上會說紙丑人貌 原來紙、五、貌、幼 就稱為四桃花 即是鼠、馬、雞、兔 就稱為四桃花 是嗎?中了 如果你在這四個生肖裡 出生的人 本身很大機會有 藝術細胞、重感情 或者容易受人際感情牽動 是的 亦會看這件事比較容易 重一點 如果你出生的月份 在農曆的… 譬如二月是財月 農曆五月是五月 八月是柚月 以及紫月 即是農曆的十一月 在這幾個月份裡 亦會再將紫五、財、柚的桃花星 就再加重了 當然日子未必那麼快 容易掌握到要查萬年曆 但是時辰你知道 紫時、午時 即是中午十一點到一點 或者是晚上十一點到凌晨的一點 或者是凌晨的五至七 以及下午的五至七 你都是在紫五、財、柚有時 如果你發現八字 有一、兩個桃花 其實解決感情問題 也不是太難 在歷史記載之中 不知真是假 不過乾隆皇的八字 就出現紫五、財、有齊曬 的一個好格局 後攻三千 對,同時 乾隆皇的藝術細胞也很重 古管、玉石 樣樣精通 所以顯現了八字的特質 明白 但整體說八字 都會覺得說溫和 溫和就是適中的溫度 適中的溫度最簡單就是 若然你冬天出生 在太陽照耀的時辰出生 你都會有一點火 平均 那你就掌握冷熱感情 會掌握得好 如果你夏天出生 永遠是太陽下山 你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 算命港調後的理由 明白明白 好了 講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想幫單身人士問一問 如果單身人士想吹黃他的桃花 擺些什麼好 你現在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subscribe啦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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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